徒步走進防風林 這裡沒有駁油馬路 只有兩條車到痕跡 因為地處偏僻 根本不會有人逗留 沒想到可能因此成了騎士現場 倒握的位置差不多都是在 12345 都第五排 重回命案現場 原警拉起封鎖線 屍體雖然已經移走 但還是看得出來 樹林深處有多隱密 原來10月31號早上10點多 尋科漁民經過台南安南區 這處防風林 經見流浪狗在坑耀屍體 嚇得趕緊報案 警方到場後 還在100公尺外 找到兩把改造手槍 和40發子彈 正要找尋兇手 沒想到下午3點多 嫌犯突然帶著律師 道案說明 警方調查後發現 這名56歲的林姓嫌犯 從事屠宰業 還身兼藥頭 販售毒品 還若鷹 白色轎車內 警方採集到可疑血跡 命案發生在29號晚間 林姓主嫌帶著兩名友人 和41歲的無性死者談判 因為2017年 他們有過毒品交易 主嫌不滿事後遭到出賣 害他被判16年徒刑 兩人在車上爆發口叫 遺棄之下開槍打死對方 針對手槍子彈等 相關機震見識分析 查訪附近民眾 並擴大調閱監視系統 警方財政要以車追人 兇嫌自治法往南逃 自行道案說明 隨著檢警調查 棄事案真相即將 水落石出 新新聞黃一璇 彭志華 黃宣宣採訪報導 小鳩雙 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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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